來看身體管屬立的二臉中學 每當學生都不願意 最近是有宅的老鼠 芳西桃路 雖然大方的教教教有來進行卸掉 不過學校是堅持說要這些老鼠離開 全教授今天到學校的老鼠 還有家庭的家庭家庭 他們指控學校是危害改憑 要求應該讓這些老鼠回去學校 對我答案說老師你一定要回來 然後我就說好 我一定要回來 但是我心裡面其實是很惶恐不感的 身體管屬立的二臉中學 之前拍出學校 向學校及十九師洗頭路 他們發情義 有教師指控學校在六月底 拿出新學家合約 所以想跟聘書來用 定義時間減薪水 有待有五十九師在聘書上頭 加出意見之後 想不到讓學校在七月底 占對其中十個老師跟他們洗頭路 要求老師學術研究費要打九五則 代理老師的部分要打八則 有五十幾位的老師 對於應聘的內容 是有加註意見回憑的 我們了解的 還有其他四十幾位的老師 陸陸續續 可能都會接受到這樣子的一個威脅 拒絕為八協明 捧衛學生權益 律書也表示 學校沒有跟教師協商過的 對自己跟合約的內容 已經違反正常的聽說 教師的觀衛應該要受到教師發佈中 全教宗也說到 事情八卦之後 也許六十五老師受到統治 要求他們不能再改聘用 如果沒有要跟他們洗頭路 全教宗跟立委都要求 教育部國教師要積極來改立處理 幫助這些讓人洗頭路的教師 活好他們的工做觀衛 記者 林博客 台北蔡宏報道 教師 林博客 堅因 不 McMullen 是